什么样的年纪 就该做什么样的事 但错误 是能永远都无法避免的问题 能在成长的过程中 总会遇到许多棘手的难事 但结局只有两个 要么去解决它 要么被它解决 不是每一个人都很爱知识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无事 生活无非是因人而异 永远不要去跟一个饭都吃不饱的人 谈及无事 因为生活都如此艰难 还能拿什么去无事呢 有时候太过精致的生活 比不上一口简单的饱饭 比不上一句天心的温暖 我们有时都太爱冲动 忽略过家人 忽略过别人 或许 我们都需要安静下来的一份思考 或许 我们都需要悔过知心后的一回歉意 说到底 其实 还是我们缺少一份 一直冲动的内心 感谢你的收看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点关注 并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 再见